早上起来要做什么啊 刷牙 洗脸 整面呗 还有要听 圣经好好听 各位小朋友大家好 又待我们读经的时间咯 今天呢我们来读的是 真言第四章 开始咯 众子啊 要听父亲的教训 留心得知聪明 因我所给你们的是好教训 不可离弃我的法则 我在父亲面前为孝子 在母亲眼中为独一的娇儿 父亲教训我说 你心要存记我的言语 遵守我的命令 便得存活 要得智慧 要得聪明 不可忘记 也不可偏离我口中的言语 不可离弃智慧 智慧就护卫你 要爱它 它就保守你 智慧为首 所以要得智慧 在你一切所得之内 必得聪明 高举智慧 它就使你高深 怀抱智慧 它就使你尊荣 它必将花冠夹在你头上 把荣面交给你 我儿 你要听受我的言语 就必延年易受 我一直教你 走智慧的道 引导你行正直的路 你行走 脚步必不至狭窄 你奔跑 也不至跌倒 要持定训会 不可放松 必当谨守 因为它是你的生命 不可行恶人的路 不要走坏人的道 要躲避 不可经过 要转身而去 这等人若不行恶 不得睡觉 不使人跌倒 睡卧不安 因为他们已兼饿吃饼 已强暴喝酒 但一人的路 好像黎明的光 越照越明 直到日午 恶人的道 好像幽暗 自己不知因什么跌倒 我儿 要留心听我的言词 侧儿听我的话语 都不可离你的眼目 要存寂在你心中 因为得着它 就得了生命 又得了一全体的良药 你要保守你心 胜过保守一切 因为一生的果效 是由心发出 你要除掉 邪屁的口 弃绝怪谬的嘴 你的眼目 要向前正看 你的眼睛 当向前直观 要修平你脚下的路 坚定你一切的道 不可偏向左右 要使你的脚 离开邪恶 今天的影片就这边告一段落 下次不要忘记和我们一起读圣经 好好听哦 拜拜